我想問一下亮哥 這個功能你有用過嗎 華為的手機說它有一個功能 也被說是網炸 先來看到是小米 小米它的手機 從原本都是256G起跳的 現在加了16G 264GB 說定了一個很高的標準 導致大家的手機的容量也不能太低 但是華為用的另外一個 它是超空間儲存壓縮功能 這個功能什麼意思 它就是把手機裡面 重複的文件集合在一起 然後使用頻率比較低的APP 無損壓縮 那就可以讓你更多的空間出來 比如說它有一個功能這樣 比如說你有200組的文件可以壓縮 無損壓縮你要不要 72個應用程式可以壓縮 無損壓縮你要不要 亮哥這可以節省你的手機的容量 對啦 可是我還沒用到那麼多 你知道這個東西嗎 我知道 你知道華為有這個功能 這個事實上跟聯絡人的合併 是差不多的 聯絡人也可以這樣 就是說你輸入一個人的名字 那你要不要把它併為一組這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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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你如果常常用 那裡面塞滿了你才會用到 對 我知道你的手機 你跟我說你有這一梯對不對 你很多雲端有一梯 我都直接弄出去了 我存在手機的不多 OK 那你覺得這個功能 你以後會用到嗎 我覺得用不到 因為你都不會存在裡面 對對對 我不會存在裡面 OK 萬一你掉了怎麼辦 亮哥有另外一個儲存 他的data的很重要的一個方式 他都放雲端 他跟我炫耀的時候一提 好 那不只是這個功能 另外 華為我們之前也提到說 他的鴻蒙作業系統 對不對 現在到四了 然後另外 大家都在討論說什麼 你這個鴻蒙的作業系統 不只是你啊 中國大陸很多 都有自己的一個作業系統 比如說小米也出來了 vivo也出來了 然後呢 很多的這個 分析就說 中國大陸這一些 作業系統 紛紛的出來 代表怎麼樣 不想被你安卓卡脖子 當然是這樣 而且你要交授權金 對 他想要省這個錢 而且我覺得 他們大概發現 這個不是那麼難 好 因為華為已經做出來了 他們看大概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是 中國大陸軟體人才那麼多 嗯 所以 我覺得他就決定要做自己的東西 對 不過這個會影響小米在 其他國家的銷售 什麼意思 不因為其他國家 不可能來適用你的OS 他可能還是用安卓 OK 對不對 那你用安卓 你基本上就可以在那個國家賣 就比較順暢 OK 因為華為 大概在 他不能用安卓之後 大概整個歐洲就斷貨了 是 這個很現實的 就是 你要鴻蒙系統逐漸變成 全球可以接受的第三版本 這個還需要有一段時間 是 你還要完全 克服 語言的環境 所以 這個 然後是不是可以跟其他系統對接啦 那這個歐洲人大概沒有那種信心 OK 可是鴻蒙因為在中國國內有 其他各種不一樣的用途嘛 是 所以人家才會說我用鴻蒙沒關係 那事實上 那個安卓重要的功能還是可以把它加進來啦 那問題不大 就是說用鴻蒙其實也可以用到安卓的 我裡面就有 對啊 所以意思你就是可以用嘛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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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像歐美人他就習慣就是用Google的APP OK 所以那個整個底跟鴻蒙還是不一樣 是是是 好 但是呢 這個議題是講說怎麼樣呢 因為你以前就只有大家用你安卓的系統 但你呢 去制裁別人嘛 搞了半天華為自己做出來 然後這種大陸也發現 這我也可以做 那也不想被你卡脖子 為什麼呢 一招被蛇咬 現在呢 極力的要做出自己的東西 所以呢 晶片也是如此啊 華為這次被說90S的處理器 是自己研發的 然後Tech Insight就說 哎呀 他非常的先進 大概差距2到2.5個節點的範圍內 意思就是跟西方 就是我們的台積電 大概差3到5年的差距 意思就是3到5年 我也趕得過去了 然後另外再來看到 他也說2024年 三星跟蘋果 還會繼續保持前兩名 但是市場的份額 會繼續輸給中國大陸的品牌 這個我看三星的手機 是很難競爭的啦 不過他基本上 已經幾乎退出中國市場了 那中國本來就是 全世界最大的手機市場 所以 因為中國品牌實在太多了 所以 真的多到 你說華為 是不是能夠一支獨秀 這也很難講 因為他後來獨立出去了 榮耀 榮耀也很強 那原來有的小米 Vivo OPPO 都很強 其實都很強 對 這個OPPO那些都是全世界 都賣得下賺 所以應該是看總量 大概看 這個iPhone 未來中國的市佔率會有多少 它現在大概還佔13.5 對啊 是還不錯 那未來 很難講 因為它在印度只有5% 對 所以 中國它的市佔率算高 因為在這麼競爭的環境下 那 我覺得唯一對它會有威脅的 還是華為 對啊 華為嘛 為什麼呢 會引發討論 華為跟蘋果 因為都是高端的手機 然後以前亮哥 不斷給大家講一個數字 就是呢 2019年的時候 華為手機超過了 蘋果4000萬部嘛 從2億4 那蘋果是1億9嘛 然後呢 結果就被開始打壓了 所以呢 錢袋子不見了 但現在華為 浴火重生嘛 韓媒就說 估計 華為明年 也許手機銷量 至少1億台 然後呢 它的前三季的這個 也看到說 也投入1000多億的 這個人民幣 進行呢 這個研發 也是超過四分之一 那它也實現 它營收4522.6億的 人民幣 然後呢 華為啊 現在給蘋果 有大壓力了 然後蘋果趕快說 哎呀 我們所有在中國大陸 銷售的這些 都是這個 中國大陸組裝的i15啦 不用擔心是Made in India的問題啦 然後呢 最近呢 來看到 蘋果說2025年的下半年 要推出i17標準版 然後呢 這個是首度怎樣 用的是 印度 在進行相關研發 而不是中國大陸的 然後呢 說組裝的方面呢 2023年全球大概 12到14 是在印度生產 然後他說2024年 會提高到20到25 亮哥 我覺得這個是 郭敏祺吹牛啦 哎呦 你覺得做不到 本來就做不到啦 我甚至懷疑 2023有12% 對這個我也是看到 這個數字蠻高的 我認為它是吹牛嘛 哦哦哦 因為 都是富士康嘛 對啊 可是 你如果做到12% 請問你要哪裡賣啊 印度賣 印度只有5% 啊怎麼辦 是啊 多出了7% 對啊 那歐洲人會接受嗎 所以我覺得 這個 因為事實上 這種吹牛已經很多次了 哦 OK 那後來證明大概都只有5-6% 嗯嗯嗯 所以 我認為這應該不是真的啦 OK 是 那但是呢 這也凸顯出呢 Made in India 跟Made in China 還是不一樣的 大家對於中國大陸 製造的iPhone 非常地有信心 那你印度製造呢 其實大家感覺是 有點怕怕的嘛 那尤其是 蘋果的部分 第四季財報 被說 大中華地區的營收 年間 年減2.5% 所以呢 就是怎樣 亮哥說了 他覺得有點存疑 說可能會受到 華為很大壓力 他第三季 只跌了1% 對 是 那因為華為是829才出擊嘛 對對對 所以第四季當然是要大減 這個完全可以理解 是 那所以因為受到了很大挑戰嘛 所以呢 你的會不會真的賣不動 所以呢 怎樣 在雙11的時候狂降價嗎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腔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 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透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健康